记者王秀廷台东报道,台东建政府旁向弄里,一个专卖萝卜糕的小推车,一卖就是70个年头,单纯的萝卜香,吃来绵密Q爽,不油腻的口感,再搭上特制酱料,是不少台东市民的早餐首选。 最传统最美味,即使刮风下雨,也要以萝卜糕作为一天的开始,第三代的郑桂松,郑秋勤夫妇每天限量,制作200斤,虽然产品单一,从清晨6时30分开卖,时长不到上午时时就卖光。 古早的手推摊车上,一个键盘,一块砧板,老板娘郑秋勤品客不停的切,煎萝卜糕,老板正贵从则适用硬币,记录不断涌入的客人需求,一元代表一份25元萝卜糕,五元代表30元一份,10元代表40元一份,夫妻两有默契的相互搭配,以最快速度出餐。 郑秋勤说,70多年前,阿公阿妈从零零移居到台东,也把老家的做过技巧带到台东谋生,在菜市场摆摊称家记,后由婆婆接手,如今仍在使用的手推摊车,就是婆婆特别定制,一用就是50年,别看推车小,却是三代传承的情感连结。 17年前,郑秋勤从婆婆手中,接下萝卜糕制作技艺,几手推摊车,郑秋勤坦言,一开始抓不到制作技巧,软烂,黏腻,连自己吃了都怕,险些放弃,身体不适的婆婆不断鼓励,还有一对老夫妻吃了失败品, 不论晴天或雨天,仍然每天光顾,并给予建议,为了不让忠实顾客失望,发奋学习并改善制成,一年后终于做出传统美味,找回顾客信心。 郑秋勤表示,传统萝卜糕是将浸泡后的再来米磨成泥浆,萝卜磨成泥后,融入米浆里,再加入盐巴调味,成功于否取决于蒸萝卜糕的火候雨时间, 另外,萝卜糕粘酱也是镇店之宝,制作方式比萝卜糕还难,太白粉,米浆及酱油一一定比例主制,一不小心就会成块。 从小姐吃到当阿妈,还带着孙子来吃,四十多年的老顾客黄阿妈说,萝卜味浓郁,Q度恰到好处,酱料更是一绝,不此咸,再零点蒜蓉酱,挑嘴的孙子也一吃就上瘾羊。 先生则说,西式早餐吃不惯,还是传统味最对味,试过其他家萝卜糕,依旧最爱这盘隐身像弄的小推车。 还是得回家才能进行的发挥QQ萝卜糕的传统古早味,近几年经台东市民口耳相传,客人越来越多,狭窄的像弄长脊的水泄不通。 郑秋勤说,考量客人的安全及用路人的权益,决定明年2月将摊位移回台东市四维路老家,以住家一楼为店面,有充足的空间,还能兼卖供丸汤、红茶等,甚至研发新产品。 第四代大女儿也准备接手要让传统的萝卜糕摊传承与创新。